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次我们来深入的了解C类股份有限公司到底它是怎样?注册公司以后有些什么后续的东西需要做需要知道? 好,那这个上一次我有说过,所以在这里又再说一次 C类股份有限公司呢,英文叫做C Corporation,简单说是C Corp 这种公司呢,假如公司有盈利,那公司呢就要交公司的所得税 这个呢,包含了联邦的公司所得税和州的公司所得税 那每个州不一样,我们这边加州的话,也是会有加州的公司所得税 好了,当公司交完了所得税之后,那假如每一位股东都希望可以拿到分红,拿现金出来 的话,因为这是C Corporation,所以股东拿到分红的话呢,股东也要 要支付个人的支付个人的所得税 所以呢,同一笔钱就是这个公司的盈利 要支付两次所得税 第一次是公司的所得税 第二次假如有拿分红 每一位股东就要交这个个人的所得税 好,我们来看C Corporation,谁有资格来美国注册C Corporation呢? 差不多是无限 所有的美国居民,所有的非居民都可以当股东 所有的美国公司,遗产,信托都可以当美国的C Corporation股东 所有的外国公司也可以当股东 然后呢,股东的数量也是无限 可以有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多少都可以 然后呢,还可以有不同类的股份 那有一些股份呢,可以有投票的权利 有一些股份呢,没有投票的权利 那有一些股份呢,也可以优先可以拿到分红 有一些股份呢,就没有优先拿分红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股东 是自然人还是公司都可以注册 然后也可以有不同的这样的股份的权利 这个就是C Corporation,非常非常的灵活 好,那在美国这边呢,所有的公司都是通过州的法律来注册的 那美国这边有50个州,就有50套法律 每个州的注册公司的法律不一样 所以大部分啊,特别是加州这边注册完了公司之后 就有这些后续的compliance要做 第一就是buylaw章程 第二就是stop或者是shareholder register 这个是股东的记录 每一家C Corporation都必须要有一个股东的记录 这个是公司的秘书长的责任 然后呢,首次开会 刚刚注册完了公司呢,我们要有一个organizational meeting minute 以后每年公司的股东最少要开仪式会也要有记录 然后公司的理事也是要每一年最少开仪式会也要有记录 然后关于州这边呢,我们加州这边有一份年度的报表 在英文叫做statement of information 那假如我们的C Corporation是盈利公司 for profit盈利公司,盈利的C Corporation的话 这个statement of information是一年报一次 annually 假如这个加州C Corporation是非盈利公司 那这个statement of information就两年报一次 好,我们来看公司的所得税 刚才我们说了C Corporation是有所得税的 那在联邦这边,联邦的公司所得税呢 是固定在盈利的21 那我们有能力的话 或公司有能力的话 最好是先预缴 多一点联邦的所得税 这个就可以避免罚款 很多人不懂美国这边的这个概念 为什么会有罚款 不是说,不是做完税表 算出来所得税是2000 就交2000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会有罚款 那我们美国这边就是这样 就是假如您没有预缴 或者是预缴 但是预缴都不够多 那算出来还有所得税要交的话呢 这样就会有罚款 所以通常我们都建议客人呢 有能力的话先预缴 所得税 OK,这样是可以避免的 加州这边也是有加州的公司所得税 税率是盈利的8.84% 好,那加州这边呢 就有一些比较烦恼的条件 就是这样 第一年所有第一年的 C Corporation呢 这个州的公司所得税呢 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交 比如说第一年盈利 只有1万美元 OK,第一年的盈利 只有一万美元 那一万美元的8.84% 就是大概多少 八百八十四左右 所以我们就根据 第一年的实际情况来交 就是交八百八十四 那假如第一年的盈利很少 比如说只有1000美元 那1000美元的百分之八点八四 大概有八十八美元 那我们就只是交八十八美元 所以第一年是根据实际情况来 交这个加州公司所得税 从第二年开始 公司呢就需要预缴八百美元了 因为这个八百美元是每一年最低的公司所得税 不管公司是有盈利 还是有亏损 都是要交最低八百美元 所以呢 从第二年开始呢 这个最低的八百美元 必须要预缴 必须要prepay 那通常就是在 第四个月 第十五天之内 预缴这个八百美元 那假如公司知道 公司有计划 有预算 公司的所得税呢 加州所得税呢 是会更多的话 我们也要应该prepay 比如说公司算出来 今年有可能会有两千美元的加州公司所得税 所以这个两千美元呢 也应该要预缴 要prepay 为了避免罚款 所以 再说一次 很多人 不懂 不了解 不明白 为什么 会有罚款 通常是 做好的税表 算出来 公司所得税是 500美元 那就交500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有罚款呢 所以刚才说过 现在再说一次 就是 是会有罚款的 所以我们知道 公司所得税大概是多少的话 我们应该要预缴 预缴 太多的话 就会脱退 多退 少补 所以 不用太担心 尽量预缴 公司的 所得税 好 说到股东这边的 税了 那 因为这个公司是 C Corporation 所以股东这边呢 有可能会拿到一些 收入 那 首先我们来看 C Corporation 他发分红的时候呢 英文我们叫做 Waterfall Model 就是有一个方式 可以判断 来 发出来的分红 第一部分 我们就算 是 要纳税的分红 这个纳税的分红呢 要根据 公司的 经济能力 这个 名字叫做Earnings and Profit E&P 所以假如有 公司有这个经济能力 的话 发出来的分红呢 就算是 个人的 纳税收入 好 那 因为这个是一个C Corporation 所以股东 拿到这个 纳税的分红的话呢 是没有这个 QBI Deduction 那什么是QBI Deduction的话 我们下一次再来 分享给大家 那注射完了C Corporation之后 有一些 方面需要小心 需要知道的就是第一 很大可能性 C Corporation的第一年 第二年 会产生一些亏损 因为是刚刚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亏损 Net Operating Loss呢 不会浪费 它可以Carry Over到 下一年 假如下一年有盈利的话 我们可以用以前的 亏损来抵扣 本年的盈利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英文叫做 Accumulated Earning Tax 20%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国税局 希望C Corporation有盈利 之后就发分红给股东 对不对 因为发了分红给股东 股东就要交个人所得税 国税局就希望可以收到这些个人的所得税 那很多公司 很多情况下都不愿意发分红 那这样的话 国税局就拿不到这些个人的所得税 所以国税局就说 当年的公司里面 累积了25万的盈利 就应该开始要发分红 假如不发分红 而且也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那国税局有可能就会有罚款 这个罚款就是这个 Accumulated Earning Tax 20%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假如您的C Corporation 拥有美国房产 这个您要小心 C Corporation拥有美国的房产 特别是 您这个C Corporation有一个外国人股东 这样的话 假如这个外国人股东 转让了他的股权 他首先要预缴一大笔的所得税 到最后就是 假如这个C Corporation有外国股东 那这个外国股东 跟这个美国的C Corporation有一个交易 我跟你买货 我跟你提供服务 这样的交易的话 这些交易需要报备 博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